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 烏冬的旅店的需要禮包碼要怎麼領喔 首先你們可以點擊我下方的那個留言區網址 就可以來到他們的這個粉絲專頁 然後在他們的這裡呢 你們就只要在這個貼文的下方留言區 這個阿東最棒 他就會把這個兌換碼發給你 這邊要追蹤他的旅店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 等到你們拿到他給的那個兌換碼 你們就可以來這個右上角點擊這個尺輪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左下方這邊有這個禮物 我們就點開 然後他傳給我的是這個啦 B-E-G-I-N 就是Begin 然後N-I-N-G 然後要記得加一個驚嘆號 Begin Beginning 然後加一個驚嘆號 然後點擊確認 然後可以獲得一個這個帳篷 還有一個什麼 其他的一些獎品 好 應該是體力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 他現在要解鎖休息室2號床位的普通床位 好 那我們就解鎖 哇 這個 這麼多人都睡在這間房間 這個旅店是這樣的嗎 好 購買一個 吉韻達摩 有了 這看起來有點東西 不過你這個旅店 有一個空間這麼多不認識的人睡在一起 這樣合適 我們買一個這個小費罐 OK 我們的小費都在 都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呢 點擊我們的這個 我要開啟連點功能 OK 直接 開始連點 我們還是正盡的用點盤 是不是解鎖一個新的 還有車子耶 還有人做飛毯貨 有囉 有囉 這裡需要小熊 這個小熊 滿足客人就可以提高客人的好感 好 我們給這個客人一個小熊 我覺得我們現在床位是不太夠啊 我們的1號床部 2號床部 3號床部 應該要買吧 我們現在還不夠錢耶 我們就停塌的去招攬那些客人吧 這裡有帳篷耶 可以 選擇這個客房之後 然後這裡有 這些是給那些客人的 然後選擇客房 我們放在這裡 這個不是客房 我們去裝個打折按摩椅 後有了 當然小費罐容量不夠了 我們要提升一下這個 小費上限 在這裡 小費上限 提升 喔 有了 然後呢 3號床部 品乾不足耶 我們只有沒有點 我再去買 接下來是 藍客 八個客人 綠色的沒看過 點到分享 我們 招攬八個 這個 薑餅人 其實的哨把是只要點一次就好 那個人 怎麼跑走了 這個超級大巴士 主肉好像有客人需要幫助 這裡要給他們東西 OK 這裡好多東西 沒有 接下來再買個這個 彈簧沙發 每分鐘收入加10 可以開啟201 對嘛 欸 錢錢不夠 現在錢不夠 又要去地板撿錢 有這個財神耶 喔 喔 這頭上還有一頁 想請 遇到他算 算我走運 欸 又點到這個分享 欸 那我們這樣的錢就夠了 前往 解鎖201房間 對嘛 這樣才對啊 可以單獨的 客房 喔 新妹 將在24小時後之後 然後 入住旅店 加點綠色 粉刷這個 綠色植物 然後擺放在這裡 然後再擺放一個 藏外家具可以修改 OK 所以我們的帳篷是要放在這裡 來我們給你放在這裡 的角落 角落放個帳篷 可以放個床頭櫃 然後呢 我們的床頭櫃 在這裡 它已經自動幫我們放了是嗎 然後呢 木板沙發 這個沙發怎麼可以 要擺這個方向才對 我們餅乾用不足了 再去頂個 這個人想幹嘛 這個人怎麼那麼兇 怎麼直接睡 然後我們繼續 給我們這個任務 有了有了 你看 然後呢 再招攬12個客人 這個小費 果然是可以自己搜尋的 又有新的客人 快點就跑走了 這樣夠了嗎 有了 12個 來修復一下這個廣場 有嗎 這邊有變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呢 在201再放個這個小圓花桌 這個餅乾要不夠了 這邊有介面 這樣還是不夠啊 任務系統已經開啟 OK 那這樣就可以解鎖了嘛 然後再來一個 髒髒洗漱台 為什麼要用髒的啊 因為你這個 方向都擺錯 好吧 你只能放這裡 然後呢 荷葉地磚 又需要900個 的線上獎勵 走看福利 邀請遊禮 OK OK好吧 那我今天這個 烏冬的旅店的 需要你幫我分享 以及試玩 就差不多 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